- 它看著拿筆在這一個會被黃標的位置上色了 哇!畫成這樣 難道是要畫一個不對稱的紅色胸罩 加上綠色的頭髮 哦吼!難不成這樣是要扮演美人魚? 沒錯!它就是要扮演 哈囉!Ladies and German! 我是墨鏡哥 大家知道Cosplay嗎? 就是裝扮成一個虛構的人物這樣子 像是可能卡通人物啦、電影人物啦 那我相信以往大家看到的Cosplay 或是那些Coster 那都是非常的賞心悦目的 就是看到女生Cosplay的時候呢 哦!要說有多少人想犯罪 那就有多少人想犯罪 就像是我們首先要看的這一張 哈!非常好完美! 100分! 不僅姿勢100 顏值100 身材更是100 這一位呢正是來勢洶洶 嗯...哪個洶不好說 從刺墨鏡哥我給10分 嗯...不...給100分 但是呢... 皇上啊...或是國外啊 就有一些奇人了 他們Cos的那個對象呢 也不僅奇怪 那Cos的方式呢更是奇怪 Cos之外的成品呢 更是讓人 完全想捧腹大笑 不然就是為他捏一把冷汗 啊!很快啊! 重頭戲馬上就來了 所以我們看第一張照片 他拿上薯條 然後再蘸了番茄醬 你覺得這老哥 是要來吹東西的嗎? 我跟你說他很認真的在準備 Cosplay一個卡通人物 來! 目鏡哥提示到這邊了 卡通人物 請你們花10秒鐘的時間 思考加留言 他扮演哪一個動漫人物呢? 好!15秒鐘的時間到 我們先繼續看下去啊 看到這張圖 有關這張吐槽了 卡!你還說他不是要吃東西的 他直接把薯條放在嘴裡啦 但我跟各位說 他確確實實實要扮演一個動漫人物 他不扮演的呢? 是前一陣子相當火紅的 鬼滅吃在裡面的炎柱 他這傢伙齊了 竟然用薯條 背那一個人的頭髮 然後再用番茄醬塗滿自己的臉 來!我們動畫當中的圖片 跟他現在這樣子做比對 有沒有覺得這傢伙 真的是太齊了呢?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低成本的 逐烈Cosier 哈哈哈 但是呢 目鏡哥我給一萬分 滿分 太厲害了 接下來這老兄 開始吃小黃瓜了 哎呦 他要把小黃瓜塞進嘴裡 哎呦 大哥你想幹嘛? 開車了是不是? 但沒有 下一幕呢 他開始認真的切起小黃瓜 你們知道他幹嘛嗎? 他 又要扮演鬼滅之刃裡面的人物了 這隻是誰呢? 竟然是 炭治郎 那小黃瓜扮演炭治郎的衣服就算了 但是我不憑他頭上 應該說他額頭上那個什麼東西啊 感覺好像是模仿炭治郎 但是我仔細一看 看那個放大圖 這個形狀好像有點不太對勁啊 我怎麼覺得 你這個東西是別的東西呢? 再來呢 他幫他弄哪個鬼片裡面的女主角 應該說弄哪個鬼片裡面的鬼才對 但是不知道這條是拿了什麼清潔劑塗在臉上 哈哈 要弄得很恐怖一樣 是行啦 然後接下來他就蹲在一個角落 擺出一個很噁心的姿勢 然後再來他其實也蠻有創意的 他就把這個照片給轉了個90度 我要看一下就像是鬼片裡面 那隻鬼 跪在那個天文化版角落的那個恐怖模樣 行啦 這個呢我覺得是最低成本裡面 COST的最接近原版的一個 再來這位大神又不知道出什麼招了 好我們看一下他有什麼動號 他手搬再來一個不明物理錢 他打了開來 喔 亮出了一道光 原來那是冰箱 接著他拿幾個東西 對在這個光的底下 他到底要幹嘛呢? 原來他這傢伙是要 統星際大戰裡面的人啊 他真的是沒經費的 竟然用冰箱的燈光 當你做那一把光劍 好啦 再來呢他扮演的東西啊 就更讓人做噩夢了 各位有看過那個高飛狗 跟那個糖老鴨嗎 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看他扮演糖老鴨的模樣 請看 噢? 噢? 噢?! 噢? 噢!噢?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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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大根 只會找完的這 mie 只會找完的這個鴟子 OH 餓價 各位 你不先CUBE 戴耳 的眼睛 天哪 parable 哥哥哥 ahahaha con 喔 肚子好痛 喔 笑到在椅子上面挣掌 OH ンG 他那個 那我只 hung 不知道用什麼東西 dwell 去做的 還是 吼喝喝喝喝 真的是從小 這當東西長大的 那個 不知道是渦卡 還是品賀洋芋片 當成了糖尿鴉的嘴巴 這還不打緊 它扮演了那隻 pass 請 啊 我不知道 這到底哪來的狀態 它是拿起什麼東西 貼滿自己的臉啊 我已經看不懂了 然後呢 它那個 眼睛啊 跟鼻子 還不錯 還行 這一者的是 他拿兩雙語鞋放在頭上 他就是高飛狗的耳朵 這傢伙行啊 再一次墨鏡要給一萬分 這一隻一隻米老鼠 這隻是會讓小朋友做噩夢 我們先看一下沿途的米老鼠長怎樣 然後呢這傢伙 把米老鼠 這不是我自己跟我一樣 這就是小朋友在一部前面掙扎 這拿紅色膠在天板裡是甚麼事 然後我的腰 那個完美的詮釋 你要說他那個瀏海 就是那個超級美人間 我也不知道啦不知道那是什麼鬼東西 美人間跟那個病角吧 然後他還把頭髮梳成那個模樣 終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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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眼睛 你那個眼睛怎麼了 OMG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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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眼睛 你是想幹甚麼壞事是不是 他那個耳朵 我也不知道用甚麼東西弄的 是鬧動嗎 還是碗 應該是碗吧 他用碗當中 沒用到死的耳朵 喔喔喔喔 這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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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這老哥又出招了 他把他的頭髮束了開來 你們覺得他扮演哪個女主角呢 接著 他開始把瀏海往下梳 正面他戴上了一個眼鏡 好的 基本上到這個階段 他已經扮演完畢了 你們猜錯他扮演誰了嗎 跟各位說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扮演誰 我只知道呢 真實的受害者 他長這個模樣 你這傢伙 用一個 這麼卓烈 這麼鳥的方式 來扮演我 你真的是在 烏魯我啊 我的仇虧跟黑面具 你再用一個那麼差的髮子 就給他操操了事 那其實啊 這號人物呢 是來自於泰國的一名 Cosplay大神 他的厲害之處呢 就是可以用盡一切 他身邊的東西 化作為他Cosplay時的身上裝扮 釋交物皆為他所用 甚至是他性感的body 來囉 他開始拿筆在這一個 會被黃標的位置上色了 喔 難不成他塗一個粉嫩的顏色嗎 就算如此 應該不會有人興趣吧 哇 來到這要畫一個 不對稱的紅色 胸罩 加上綠色的頭髮 喔齁 難不成這要扮演美人魚 沒錯 他就是要扮演皮卡丘 這下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他保持這樣的身材了 原來這樣子才能夠完美的 詮釋 皮卡丘 哇 我不得不受 他用著一個 非常糟糕的身材 完美的 詮釋了皮卡丘 最純真的模樣 彭虎虛 尋入身影 那不就好險 你很小哈 我被你的大肚子所遮住了 要不然 你露出來還得了啊 皮卡丘突然 掌天線怎麼辦 突然變成 丁丁 不對不是丁丁 那個黃色那一隻是誰啊 拉拉喔 我感覺特別差 那個就是拉拉 我以為他的三公分露出來 他不就變成 拉拉皮卡丘 你真的是太點仔了 唉唷 那剛剛說到美人魚 難不成他的創意只能夠扮成皮卡丘嗎 錯了 要扮成美人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喔 兄弟 你這隻美人魚 會讓小朋友做噩夢 喔 我的天 他用那個不知道什麼奇怪的鬼 不然是衣服扮成美人的頭髮 然後 你的胸臟是用什麼東西弄成的 我完全看不懂 然後你還用一個藍色的氣墊的 不知道什麼東西弄成是大海是不是 我真的要說 這一個人 他的經費真的非常的不充足 太可憐了 好了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這次墨鏡哥還沒有講完呢 如果各位想看更多爆笑的cosplay的話呢 讓這部影片 撥一萬個讚 然後留言告訴我吧 記得訂閱我們 記得訂閱我們的鈴鐺 按鈴鐺 按下一個鈴鐺 我記得按下一個鈴鐺 拜拜 不記得按鈴鐺 可能你想要看 不記得按鈴鐺 或他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